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离开我 有没风 这是什么呀 这两天都干嘛去了 我没干嘛呀 没干嘛呀 小鬼子报纸上 怎么有你的幻灯片啊 你问我 我咋知道 一定要知道 那个大日的皇军的危险 行动失败 我们赶紧撤好吧 现在谁敢说撤 怎么一枪崩了他 吴十三 团长跟我保证过 不会为难你们的 只要你们把问题 交代清楚了 我推荐你们加入八路军 你们看不上老婆 老婆还看不上你们呢 我可是救过你一命的 我还救你一次呢 咱俩扯平了 这次啊 我还真的遗憾原家 吴十三和张良 是他们 帮咱们解得威 我要杀鬼子 我要杀鬼子 你是老五家唯一的血脉 只要哥不死 你就别离开我这辩 我死了 我就拯不了了 四 vend 四仑 关于她的奸细的嫌疑 解 解 解解 解除了 解除了 我听小庭说 吴十三的媳妇和爹 都被小鬼的杀了 有件事情 我想请你们帮忙 怎么了 是不是又要打鬼的了 不是打鬼子 我是想 请你们进唐城 帮我取样东西 我代表大日本帝 向你表示 深深的谢意 狗汉奸 哥 快走 去死 为什么要杀我 三儿 快走 那你呢 别管我 你们快走 把那个反应分子给我开口 我要亲自身为 我未为那个剃头剑 到底是谁 我不管 小三的是我徒弟 就算死我要救他 你不能死 你这条小面还得留着 为你爹和媳妇报仇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跟你说的那个药 药怎么样了 人都快没了 药药还有什么用啊 小三的是你的标 他现在被抓了 你要是爷们的话 就赶紧给我派人 去救人 为了救一个人 把整支部队都搭进去 那小三的付出 还有意义吗 我不管有没有啥意义 你要是不派的话 我就自己去 闭嘴 找你想说点事 什么事 说 我想 加入你们八路 咋的啦 前段时间 还哭着喊着 要去国军呢 该注意啦 我到现在都觉得 你们八路 没有人家国军家伙是强 我实话跟你说了 我这次再穿军装 就是为了我这个地位 是因为我们的地位 我冠军装 是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